柯兰的后援团究竟有多强大 想过这么一个问题没有 如果柯兰受到欺负真的需要摇人过来 有多少人能出手相助 想想这么多年来 酒厂的人员是五个指头都数得过来 而柯兰这边的帮手 我是双手双脚都还不够用 而且目前还在不断分家 今天我们就先不谈酒厂的实力如何 先慢慢把柯兰的后援团给弄清了再说 如果要打败柯兰 希望到底大不大呢 女朋友毛铃男 关东地区女子控手的冠军 一拳打包电线杆的存在 多次舒爽帮柯兰KO犯人 还能靠反应夺子弹 拳打南山进脑院 脚踢北海幼儿园 堪称鱼板经济针 欺负柯兰那就是欺负小兰 欺负小兰那就是欺负小五郎 女友老爸小五郎 曾是行警队设计冠军 锦校第一次设计考核 就拿到了28权中把星的成绩 这记录至今无人打破 唯一有可能破记录的人 就是他现在的大徒弟安斯透 一个被称为柯兰里最权能的人 和柯兰多次联手救人 上德战场下德厨房 同样也是请校毕业 目前还是酒厂卧底 话说回来 大叔妻子非英里 律师借着不败记录保持者 所以武力上咱们要争比不够酒厂的话 高尚法庭还是能搏一搏的 毕竟乌安集团那么大的企业 可不想败坏名声 女友闺蜜林木园子 拥有超能力的人 林木财团的大小姐 几个一当零花钱用的那种 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是事 给柯兰买点飞机大炮完全不成问题 原子的男友金吉珍 名车站立天花板 徒手接核弹 徒手接子弹代表人物 全日本充实的冠军 除了柯兰外能收拾既得的人选 不敢想象酒厂将如何面对这个男人 光和小男友关的人 实力都已经这么强大 我们再看向柯兰这边 自己老爸东藤优作 全球著名侦探小说家 年少成名 柯兰里智商天花板代表人物之一 年收入可以以异为单位 某种程度上来说 柯兰家也有超能力 老妈刚腾有希子 同样年少成名 美国好莱坞著名演员 和卑姐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可不要小看有希子的推理能力 好兄弟伏不平次 精通剑道 曾经可是猪生意的勇闯歹徒大本营 摩托车机也一流 简直就是杂耍般的存在 推理能力和自己不相上下 好几次替自己解围 黑鸡老爸伏不屏障 大阪扶紧本部长 全力差不多一手遮天 推理能力和剑道均强于黑鸡 伏不老妈伏不进华 割牌前皇后 身手也敏捷 同样是个深藏不乐的街道高手 兄弟女友远山合夜的老爸 远山银四郎 大阪扶紧本部刑事部长 就黑鸡这一家子的关系网 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给点面子 要是这还不够 那把警示厅加上再试试了 要真说柯兰的关系有多硬 警示厅里谁不认识柯兰 曾经还经常观看柯兰现场推理 同方这边还有 同样被称为银色子弹的刺警秀衣 他的枪法和柯兰的足球 并生两大物理学奇迹 擅长截拳道 推理能力也绝不逊色于柯兰 红方这边同样还有 朱蒂詹姆斯一系列FBI探员 后来又加入了英国MI6 施警玛丽 一家子都是人才 小儿子降息天才 智商和记忆力过人 女儿擅长截拳道 同样推理不弱 脑中施警物物是黑田宾位的最有利人选 当然最后还是不能忘了我们的阿利博士 柯兰开挂装备的发明人 也不能忘了我们的会员同学 高学位高智商的化学天才 再加上柯兰这一生夏威夷学的绝活 求情久的心理阴影面积